地府的操作流程 老师 地府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呢 你想去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地府的基本流程 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在哪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啊 这个地府一共分为十散站 地站就是入口 就是本地的土地庙 这就是入口 咱们肉眼看不到 不要没票 也没有检票的 进入之后你会发现有一条小路 这个小路两点开满了 彼岸话 这条路就是第二站 黄圈路 也可乘坐为黄圈高速 第000果道 走出黄圈路就上了第三站 第三站叫妄想台 有句老话叫上了妄想台 远望假想挥不来 意思就是到了这一站就再也没有挥去的可能了 下了妄想台来到第四站 恶狗岭 第五站叫紧急山 这两站的名字你一挺就很恐怖 很多恶狗和这个什么紧急骚扰过往的灵魂 再往前走就到了第六站 第六站叫野鬼村 在这里停留的都是紧过恶狗岭和紧急山 是被恶狗咬的紧急桌的只提不健全 无法继续赶路的 只有滞留在这里 靠慈善是我开 此树是我宰 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靠这样在这里鬼混的 再往前走就到了第七站 迷魂殿 在这里必须喝完 本店提供的酒水叫迷魂水 枪支性消费 禁止外带酒水 不喝的话 怕你到失殿阎王那里 谁问你是你不讲实话 不老实 再往前走 就是第八站 你会看到一座城 城面上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人与鬼 鬼与人 人鬼属徒 下联是隐与阳 阳与隐 隐阳永哥 横匹就是封堵城 对 这里就是穿梭中的隐操地府 也就是真正的隐检 这里是隐检的堵城 最高的行政单位 失殿阴王 都是在这里上边办公的 一个个在这过堂审问 审出来有问题的 就是在人检 左偶的干坏税的 就送到第九站 十把层地狱 根据你左偶的程度 送去响应的地狱 没有问题的 送到第十站 供养哥 这里相当于幽居菜鸟驿站 家里少的什么纸钱 什么东西的 就是在这领 领完东西之后 去第十一站 叫做鬼界宝 这里相当于宿舍 偷太前都是在这里排队 住在这里的 紧接着就是第十二站 莲花台 莲花台 偷太前 地藏王菩萨 在这里给做四强工作的 然后就是最后一站 十三站 欢婚鸭 欢婚鸭 鸭边啊 有一座桥 就是温明于世的奈何桥 这个奈何桥上 有一个老太太 叫做孟婆申 这是地府饮料业的铁娘子 她旗下有一款著名的饮料 叫做孟婆糖 在这里是枪支性小费的 不喝你就过不去 喝了 你就会忘记 牵世的恩怨清抽 是是非非 然后啊 偷太葛出 过了桥之后 有六个冤道 发出葛色的光 这个呢 就是六道轮回 偷哪个跳哪个就行了 好了 就讲到这吧 老师 你讲那么清楚 是不是去过 我偷了你 算了 嗯